三国最弱的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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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最弱的网皇宫中宋 只要稍加幸运被皇帝选中 那么就一定能得到陈辈的回报 因此在那个时候 出身越好的女子 更加不能决定自己的名誉 几乎都是政治工具 就连惩罢一方的曹操 也曾让女儿为自己铺路 身为一个父亲 我们能想到曹操还是蓬爱自己女儿的 只是当自己的事业没有出路的时候 牺牲女儿的幸福 或许是自己唯一的选择了 而曹操又是怎样做的呢 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都应该知道 曹操一生有许许多多的子女 除了那些被人熟知的儿子们外 赛史书上还能找到记载的女儿就多达七个 而这些女儿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他谋取利益的工具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把这七位女儿全部嫁给了同一个人 就是当时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流行 这也不难看出 曹操的野心由来已久 虽然在当时皇帝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是曹操此举还是让他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不得不说 曹操能够做大说明他的手段 确实与常人不同 更是一个可以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 曹操这样做 一来是让自己有靠山 再者可以让自己更为有效的控制皇帝 一开始曹操仅仅是把自己成年的三个女儿送给了流行 帮助曹操扩大自己的实力 后来索性又把四位女儿赠予皇帝 如此一来流行一人就独享了曹操所有女儿 曹操借此趁机做大 为自己的千秋大爷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对于那些女子们来说 肯定算不得是一件好事 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成了别人用来交易的条件 想来换作是谁都不会甘心 虽然是皇帝身边的人 但是他们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最开始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夫人 不仅受到身边的妃子排挤 更加得不到刘邪的喜爱 因为刘邪知道 这一切都是曹操强加给自己的 而刘邪的脾气古怪 当时的皇后被他打入冷宫 忧郁而死 此时曹操抓住了机会 在暗地里寻找机会 让自己的女儿成功地坐上了皇后的位置 这也让曹操的地位水长传告 最终脱颖而出 成为当时最具势力的准权 可以说曹操能够做大做强 他的这些女儿们 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而那位皇后 在与刘邪的相处之中 慢慢地与刘邪生出了感情 看到父亲对自己的丈夫打压严重 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刘邪的身后 和丈夫一起反对曹操 在当时也为人们称赞 在后来曹丕最终取得了汉朝天下 此时他并没有杀掉刘邪 而是给予他封地 让他与自己的姐姐安度晚年 再到后来 刘邪重病去世 曹丕按照天子礼仪将他下葬 在姐姐去世之后 让他与刘邪同葬 可以说曹丕给予了刘邪极大的尊重 这些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一生享受荣华富贵 在那个时候 更多的是身不由己 好一点的还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大多数是有一个悲惨的人生 现在还有多上了年纪 的老人果的长足 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陋习 也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危害 幸好现在已经提倡平等 再也没有了那时候的危难了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既说历史亲说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如果你还请看更多责任编辑